二十年前 他是音乐学院的天之骄子 二十年后 他是摇滚乐坛的奸手 从古典乐手到摇滚先锋 摇滚歌手汪峰 摇滚乐坛 在这样嘈杂的工地 拍摄时尚杂志封面 看来有些不协调 但杂志的策划团队却认为 这样的环境很适合汪峰的气质 太伤了 那队肯定现在保晒风巨啊 我给你说实际啊 我的脖子一直梗着 因为如果我脑袋全部躺下去的话 一个是埋进去 一个是头发就全会乱了 我知道 你看那个手是不是一人 单一手去撑起来 或者是用肘子撑地 单一手 你知道这有多渣吗 这地方 这是经纪公司安排的 一次商业宣传 镜头下 一直以摇滚歌手 这句的汪峰 一改往日叛逆的姿态 便得百一百顺 在出道17年 与媒体多次交双时候 汪峰的性格 似乎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也许这就是成名的代价 签约新经纪公司 不断推出全新专辑 即将开启的演唱会大幕 这一切 对如今的汪峰来说 看似都顺理成章 而在目前 国内唱片业 不景气的大环境下 很少有歌手 能有如此的大动作 根据娱乐媒体的说法 这一切都源自于 汪峰多年来积累的人气 以及大量备受肯定的作品 他很多话 他不愿意讲 他喜欢在作品里表达 他对社会 对人生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一个人听他的唱的时候 总是能给我 在某个瞬间有一个震撼 就是他的唱 他的嗓音 总是在某一个音域的某一个音上面 能刺激我一下 你会发现 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特点 就是他很丰富 很多的内容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你都可以去理解 你不是 你是一个民工 你也能够唱出你的心声 但是你是一个博士生 他也会喜欢 为什么 就是他们的内心里面 那个共通点 那个 他的宽度就很宽 作为近年来 中国内地乐坛 为数不多的创作性歌手 汪峰始终坚持 每两年 发行一张新专辑 而在这些完全由他本人 创作的专辑里 往往都能出现 传唱度很高的歌曲 通常 这种成绩 持续五到十年 就会令业界刮目相看 而汪峰 坚持了将近二十年 我觉得不写歌对于我来讲是可耻的 如果我第一张 出完这张专辑到下一张了 两年时间 我居然还没写歌 我觉得自己是极其极其 不可救药 这就是他们学音乐的人和不学音乐的人的最大的差别 你出一张专辑 你有灵感 很可能 你第二次灵感 再能出一半张专辑 还有可能 第三次就不可能 那是完全不能靠灵感 是靠技术 靠你最基本能力 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背景 在今天看来 似乎是汪峰的优势之一 但如果时间倒退十七年 这却是他极力想摆脱的出身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报家街四十三号的中央音乐学院 是中国音乐学子心中的艺术圣地 严肃音乐的殿堂 谁曾想到 就在一九九四年的一天 一名小提琴专业的学生 竟然在这座殿堂的地下室 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 并以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 报家街四十三号 为这支乐队命名 我很热爱小提琴 但是觉得他不能表达我的自我 最终差不多大学三年级左右 就决定要做这个事 最开始就听到的是 Bedos和Bob Dylan 这个是应该更贴近 我觉得反正他 其实他小提琴他也不算差 我觉得他可能他的抱负不在于此 或者他的志向不在于此 他还是觉得自己想写歌 被更懂人听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摇滚乐在中国引领了一股艺术思潮 无论是威猛乐队来华演出 还是吹剑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高歌一无所有 无一不再推动的这种音乐形式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一时间摇滚乐成了一种契合时代脉搏的青春之声 开始变成一个经济的社会 开始向着一个市场化去快速点进 大家的心灵上还是调食不良 然后这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半期 可以说是中国摇滚的最辉煌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有莫言三杰 有这些重量级的个性 年轻人非常的喜欢 而且大家觉得通过摇滚 找到了一种青春的认同感 在这种激荡的氛围里 汪峰和他的乐队成员 或者白天上专业课 晚上训练摇滚乐队的生活 并乐此不疲 每周末去演出 不是给老百姓听的 全是我们这圈子的 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见识 说你好和你坏 觉得你有没有发展的 这些人才说了算的 主要就是说他们是 来自音乐学院的学院派摇滚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特别 什么叫学院派摇滚 也就是太傻了 在那个青春鸡当的年代 各种摇滚乐队不断涌现 而汪峰的豹家街43号 不过是其中默默无闻的一支 我们一演出出来以后 很多人关注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能强有力 拿得出来的作品 我觉得我们品内 他们其他乐队的思想的东西 就深度不够 我们在音乐层面 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我不认为我的精神层面有什么优势 相对我们音乐学院那种环境 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地方 本身觉得生活很好了 你让他觉得对社会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愤怒 他觉得他不需要我没愤怒 我说你让他做出 写出那种愤怒的东西 他写不出来 1995年 汪峰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 被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担任乐手 但仅仅半年之后 汪峰就辞去了这份 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 以这种决绝的方式 表明他要做摇滚乐的决心 同时也彻底告别了 学习20年的小提琴 有意义 我认为我做的这个事 是要比太多的行业 做那些事情也有意义的多 谁的事煮的啊 早准备好了 就等你下菜了 我也希望愿我们所有的人 所有人的灵魂 都可以像那一只小鸟 从五岁开始 生长在海军大院的网红 一直以一种模式化的节奏生活 上学之外 每天至少要拉四个小时的小提琴 枯燥而乏味 而这是在海政文工团工作的 父亲的意义 这个事就是这样 就好比你旧社会的家庭 你和一个指定的 打个比方同样席 结婚了 绝对没有任何感情 甚至你非常反感 但是当你们生活了十年 十五年以后 你发现听话 也许正是之前生活的 循规蹈矩 导致后来汪峰放弃 中央芭蕾舞团优越工作的 这个决定 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应该说百分之九十 岳学院毕业的 哪有说来来做流行歌手 哪有说来做摇滚乐队的 因为在他们的 就是哪怕到今天的 这个学院的价值体系里头 这都是算在下面的 绝对不算高级的 对不对 说这个有希望吗 你国家有让你这样做吗 头发留在那样 让人觉得 就像回海家院 我哪些少兵都不让进 因为他们的军管 军事地区嘛 这以为流氓呢 不让进 让你们家里来接你 才让进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能写 不管有多艰苦我认为我能够写出来的歌 最终能够被别人接受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是中国摇滚开始慢慢走向衰落的时期 许多乐队纷纷集赛 报家街四十三号的处境 同样不容乐观 除了无人关注 还有一件让汪峰最为窘迫的事 就是经济问题 就是说蓝听点 也还吃到上那儿没下肚 因为不像现在很多演出机会 那时候就在北京这么一个小圈子里头 演出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能有一场 就是那样的 所以很艰难 应该是最糟糕的那段时间 没有什么收入 很矛盾 知道自己能行 但完全不行 对 就知道写歌 然后生活中特迷茫 女朋友有了又吹 也是因为生活不稳定 和家里面也是特别逆反 但是又知道 如果自己不成功 啥也没什么可说的 那段时间对她以前美好生活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常 那么她这个困惑的环境当中 我觉得她写了很多东西出来 不久之后 一首由汪峰创作 题为晚安北京的歌曲 开始在电台反复播放 这是一首在当时摇滚乐坛 引起轰动的歌曲 直到今天 还是汪峰演唱会上的压轴曲目 那种感动 那种奇迹迪德拉的感觉 不是每天都会遇到 但是我承认 我第一次听到《晚安北京》 我很激动 就她把一个生命的那种脆弱的感觉 你被抛到一个大的环境里面 你那种无所适从的脆弱感 这个她表现的有意义 但那时的摇滚乐 不管在媒体 还是在商业上 都已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虽然出了两张专辑 但报家街43号乐队的生存状态 却没能发生太大的改观 她有什么蜡音活 她有毛啊鸣活 对吧 那你跟他们根本没办法比的 就是说 对不对 人家可能每天都有演出 每个星期要走两次去演 那时候我们前四代人说 别人欠多少款 五千张 就是五千张 那人卖多少 我们都根本就不知道 一张一盘四代两毛钱 给我 那我说我们怎么花 五千块钱 五千两毛钱 几百块钱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五年代价 就是这样 当时更多的是觉得 自己怀才不遇 觉得 对真正好的艺术 对真正 一些 人性的东西 来自于社会的压力和曲解 太多了 1999年的冬天 从来没经历过 1999年底 在千禧年 到来的前一天 汪峰写出了一首新歌 再见 二十世纪 不知当时的他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 是怎样的心情 但至少可以从这首歌 听出他的某种困惑与无奈 更多的觉得 为什么呢 这么多人这样 我为什么明明比他们强 而他们现在是没有 我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这段时间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比我们还苦 然后作品也很好 一样出不来 我就明白这不是这个问题 总是怨天尤人是没有意义的 再见 二十世纪 再见 我一样迷茫的人 对于我最大的挑战 这样的一张唱片之后 不到两年的时间 你到底能拿出什么特别 一定是听者 大家现在有这样的感觉 我会觉得比较自豪的是 我代表的是杨农元 我觉得汪峰可能真正算火了 是不是也就飞得更高以后吧 2004年 在解散报家街43号乐队 定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四年 汪峰紧去长晃 并以一首飞得更高 红遍了大江南北 这一年正好是他出道的第十年 这时的汪峰 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 一边遭受着来自摇滚圈的种种之余 就是说这是摇滚圈的叛徒 然后打着摇滚的旗号 在实际上早就不识摇滚乐的实质了 只是他可能那一部夸得太急 他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摇滚 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的歌曲变得更旋律 可能更流行一些 对吧 我形象上可能想更接近大众一些 那一部走得很急 走得很急了就好处是什么 有可能真的有更多人接受你 但是还有一个后果 就是可能所谓的铁杆的摇滚乐迷 就落了 就不干了 我一写出飞得更高 就有人说这人肯定是想多挣点钱了 晚了后来一有怒放的生命 你看这人挣了点钱 就想干脆彻底咱就这样 也许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五花展带着印记 无论是苦闷的象征 还是愤怒的呐喊 人们已经很难改变 对这种音乐形式先入为主的期待 叛逆精神似乎成了中国摇滚最重要的特征 郑军十几年前就讲过 我不上电视 因为上了电视 别人都说我是叛徒 这是老郑亲口讲的话 对吧 就是说 那你去琢磨这个事 就是为什么所有玩摇滚的人都会觉得 如果在更多的主流媒体上露面 如果写出更多被更 就太多的人唱的歌 就变成了一种叛变 就不会被人指责是叛徒 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他们内心愿意的 奇怪的现象就是 所谓的自己一直在坚持真正的他们意义上的摇滚乐的人 最后都做生意了 都开饭馆了 什么就 那我想问问这摇滚吗 所以不要去探讨这个 我从不认为他们转行了 他们就不摇滚 我也从不认为 我写了飞得更高就不摇滚 在汪峰看来 摇滚乐作为一种音乐类型 未必一定要与流行为敌 恰恰相反 摇滚也要走向大众 还想通一首歌 想欢乐中国行 就是前几年不是很担加了很多 很多人对此有非常尖锐的看法 但是你看到到现在它是什么效果 你知道通过那几年 最终老百姓会明白一点 过去我不太明白摇滚乐是什么 老是觉得听不懂的是 现在至少我从这个人身上 我听到了 传承一千六百年书封 连续七小时创作 他不是职业书法家 却写出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首件当代书法作品 一个坚持把书法艺术 最传统一面展示给世界的传播者 中国书法家 刘仁刚